这4060和4070的移动端即将在下周21号正式解禁 根据泄露的数据 4060移动端对比3060有着25%左右的性能提升 与此同时4060桌面端也被爆出规格 和移动端大差不差 看着KIMI最新发布的规格参数 我又看了看3060的参数陷入了沉思 这怎么价格越来越高 6就越来越少 那4050怕不是都要降到64比 今天天天养活我们的爆料者KIMI哥 又偷偷放出了一些RTX4060桌面端的参数规格 首先是RTX4060将会成为第一个使用AD107系GPU的60卡 之前的60机显卡好歹也都是106或者是104的GPU 现在直接107了 时代变了呀 SKO式PG190系列 拥有3072个扩大核心 8GBGDDR6显存 位宽128bit 传输速度18Gbps 这就意味着RTX4060和RTX4060Ti将具有相同的288GB每秒的带宽 L2缓存可能为224M 功耗为115W 估计说的是默认功耗 这正好也是移动端GPU4060的默认最大功耗规格 对比一下RTX3060的规格 咱不能因为技术工艺进步就这样摆烂吧 球容KIMI还强调了 桌面端4060使用的是AD107400AE GPU 也就是满血的完整AD104A芯片 与移动端显卡的配置基本相同 如果以之前60级显卡的定价策略来预测的话 4060预计会在300到400美元左右 就怕它性能一般价格自信 毕竟这40系已经展示过很多奇葩行为了 定价是真的饱说 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说一下你的预测和想法 当然以上只停留在爆料阶段 KIMI哥后续可能还会更新新的规格参数 一切还是以官方为准 我们不是制造者 只是KIMI哥的搬运工而已 唉 老话说得好 4060盼又盼 规格看得直流汗 性能不怕提升慢 就怕价格猛一窜 另外4060移动端不是马上就要公布了吗 最近网上就有一些相关的泄露 4060移动端相较于RTX3060 提升了大约25% 所以说如果是4060桌面端的话 应该会比RTX3060高出30%到50%左右 当然这波4060移动端主要是依靠着大容量缓存 以提高1080p分辨率下的游戏性能 这肯定也会实装到桌面端上 目前已经可以基本确定4070居掌卡会在4月上市 至于4060什么时候上市还不好说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 更快更新的一线消息 记得关注我超级客 我是Gear强 我们下期再见